很多人刚开始吃辣木子 只知道直接吃 其实辣木子的食用方法很多 接下来我就具体讲一下辣木子的三种吃法 第一种 嚼食 辣木子嚼碎后以300cc以上的温水服用 吃完后你便可立即体验到辣木子的神奇功效 第二种 泡水 剥掉辣木子的外壳 直接将内子泡在水中 刚开始吃的时候 尚不明确身体对辣木子的接受程度 可以一天饮用一到三次 一次浸泡两粒到四粒 之后根据个人情况增减 第三种 冲服 将辣木子用机器完全搅碎 搅成粉末状 用300ml以上的白开水冲服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儿了 你们学会了吗 这儿了